哈囉歡迎來到一個新的系列叫你該玩 那這個系列我們會介紹一些不會太舊的遊戲 然後我覺得還都做的蠻有特色的 然後蠻好玩的 而且雖然比較偏大眾口味 所以不會在戰爭遊戲下的遊戲 那眼見的觀眾剛剛可能有發現到我們今天要玩的遊戲是 Age Wonders 台灣叫奇幻紀元3 那我突然想要介紹這個遊戲是因為 這個東西馬上就要出了 雖然這個影片上傳好所以應該已經來不及了 but anyways yeah 魔法門之英雄無敵7 那還記得這個系列是什麼的應該大多是從 三代或可能更老的一些二代開始 比較印象 那經過六代的 產況的話我不知道期待會怎樣 但我希望這個很老的經典的系列會 可以重振雄風 算有這個東西的話 又是 yeah yeah 不 觀望態度 我們回到戰體 我們來講Age Wondersan 或奇幻紀元3 其實這個系列也蠻老的 他基本上應該有像我是不是 他是 看到魔法門之英雄無敵 1的成功 然後做出來 所以他的第一代跟 魔法門之英雄無敵2是同一個時期的遊戲 那這遊戲跟英雄無敵一樣 都是一個 回合之戰略遊戲 然後都有一個大地圖 然後在 港軍交鋒的時候會傳送在一個比較小的戰術地圖上 作戰 那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選擇你的主角的畫面 大概有一大堆預設的英雄可以選 基本上這些都是當機戰略裡面的人物 那你也可以自己創你自己要的角色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職業 然後 男性女性 那不同種族和職業的組合 就會給你不同的單位選擇 那這遊戲跟英雄無敵一樣 你可以去佔領別人的城市 那你就可以照他們種族的單位 那我記得沒錯的話 現在全部資料片架起來應該有八個種族 跟七個不同的職業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三種不同的 法術專精 所以你的 組合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每個職業玩起來風格都很不一樣 比如說你是一個德魯儀的話 那你的單位可能都完全不會從城市裡生產出來 你就一直 用召喚各種野生動物是你主要產兵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Drenal的話 你的單位可能就要從城市裡才能生產 或甚至說你叫Theocrat 就是這個遊戲的一個宗教風格 風格的種族 你單位甚至是從野外的敵人 去招響過來 OK所以我們已經講了蠻多的話 那我們先 先進遊戲畫面吧 OK所以 這個遊戲的整個遊戲流程跟英雄無敵其實很像 一開始你就是在一張沒有什麼探索地圖 然後你的第一個城市 甚至沒有城市 還有一個小小的軍隊 那所以就到處探索 到處打野怪 然後到處開發新的資源 然後慢慢的 整個城市建設起來 在戰略城的話 這遊戲其實 蠻接近文明帝國的 就你要蓋個城市 你的建設排成 可以生產資源 還有要研發科技 也都一樣 喔對 可以研發科技 那研發科技基本上就是一些 被動的加權 和主動的魔法 所以這一點 他們英雄無敵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隨著冒險的英雄也會升級 這點就有點像 英雄無敵四代一樣 然後你的英雄你可以把它弄成 可以是一個 可以率領軍隊給軍隊 加權的將軍型 或者是 就一個戰鬥力很強 然後很硬 然後會閃到法術的 法師型或戰士型的英雄 就是由你自己來決定的 那除了角色技能和屬性可以調整外 還可以像就是RPG遊戲一樣 打到各式各樣的裝備 來給你的英雄 所以到時候你所有人都會有 一大多各式各樣的裝備 像變這樣子 那跟 4X遊戲比較像的地方是 你可以蓋 你可以蓋自己新的城市 所以城市不是固定的 譬如這邊我要把一個城市蓋在 疾病之星的旁邊 疾病之星就是你看那個 綠色在噴 奇怪螢幕的地圖建築 所以這遊戲裡充滿一些 各種奇觀的地圖上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 奇觀納入在你的版圖內的話 就要給你的陣營一些非常強的家權 例如 這個建築會給我 鎖一下生產的單位 也可以 讓敵人中毒的 被動技能 光聽就覺得 就知道是非常強的技能 另外有蠻特別的系統是類似 文明帝國的 城邦系統 所以 大陸地圖都會充滿一些 中立的種族 有些可能是 玩家可以玩的 比如說人類妖精之類的 但有些可能是獨特的 比如說這個是 巨人族 他們 看到我馬上就跟我宣戰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沒有跟你宣戰的話 你是可以跟他們搞一些外交 然後 希望是幫他們解一些任務 出一些事情 然後 就給他們帶錢 他們就會 加入你的 變成你的友邦 然後最後甚至可以跟你通盟 然後甚至可以直接被吸收到 變成你的帝國的一部分 那甚至你不吸收他 他也會 變成你的好友的話 電騎會給你支援和軍隊 那在戰術層面 實際性戰鬥的時候 他的地圖會以 開戰的點 來決定 他地圖會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 剛剛在橋上打 我們就會在一個很有利的 橋上地圖作戰 而且能夠 一次能夠參加 戰鬥的單位數量非常多 比如說你如果有 滿滿 7個 軍隊一起參加戰鬥的話 那你能夠 48個單位一起戰鬥 甚至還可以在戰鬥途中 找上更多單位出來 所以 戰場是大小是可以到非常可怕 的程度 那如果有玩過英雄無敵的玩家 也應該可以看出 這是在幹嘛 這就是 一定要有的工程戰 那這遊戲當然有支援 跟 跟人隊打 實際上他可以8個人一起玩 不過 我們現在展示一場 跟數字人的戰鬥 首先你要做事 你先把兩邊人直接起來 手機全部歪掉了 這傻小 你就好集結在一起 就要為了放這個嗎 他沒有啊 你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想呢 一切都在你的計劃之中 跑出去了 好智障 小事嗎 全上方互丟完魔法後 然後放完buff 後來就是要短地相接了 這什麼啊 這鹿還豬 豬啊 看不見豬喔 他要消耗了 豬 Fuck you 現在就閘火了 呵呵呵 你們 欸 那個什麼 它不是睡掉啊 它不是冰塊嗎 它應該睡掉才對呀 所以 可以跟他做更多額外的魔術意見 這樣貴嗎 GG 全G4 GG 所以這就是Age of Wonders 那他的單人內容也很豐富 一共有4個戰役 那每個戰役都有可能將近10個任務 所以其實他單人內容還蠻長的 那除了戰役模式外 當然還有獨立的劇本 這邊看到也蠻多的 那除了戰役和獨立劇本 當然還有招聚戰魔式 可以產生隨機的地圖來玩 OK 剛才時間現在 OK 英雄力氣已經出了 我們要懂得太慢了 但是以奇幻風格的回合單位來講 Age of Wonders 奇幻之旋3 應該是市場上現在最強的作品之一 所以 YUM NAY 應該玩他